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12月20號 星期二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日前 為期兩天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 但有消息表示 此次中央會議有眾多的高官缺席 這是近年來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高層會議 另據北京政法高官的透露 疫情之下 北京已經有大量的退休高官死亡 對此 北京醫學專家警告 這波新冠病毒是疫情海嘯 北京的重症高峰即將到來 綜合新唐人等媒體的報導 中共的經濟工作會議15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 李克強 李強發表了講話 趙樂際 王滬寧 韓正 蔡奇 丁薛祥 李希等出席了會議 除了習近平 李克強 李強三人發表講話時沒戴口罩 其他與會人員全部戴著口罩 值得注意的是 這次會議由眾多高官原因不明的缺席 根據《香港明報》20日的文章指出 除了中共副總理胡春華剛外訪回來 尚在隔離期 以及生態環境部長黃潤秋外訪之外 還有很多高官沒有現身 如果不是央視畫面刻意引去他們形象的話 這次就是近年來請假人數最多的一次高層會議 文章中提到 在政治局委員當中 軍委副主席張幼霞 何衛東未見人影 如果說經濟工作與軍方關係不大 那國務委員兼房長魏鳳和 軍委委員劉振麗 苗華都有出席 此外 卸任中共黨職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辰 國家監委主任楊小杜 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國務委員趙克志都沒有出席 人大副委員長無一出席 但劉鶴 孫春蘭卻在席 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金國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最高檢檢察長張軍也都沒有露面 同時 正部級官員缺席的就更多了 據不完全統計 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 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江信智 中聯部部長劉建超 國台辦主任劉傑一 中央編制辦主任李小新 民政部長唐登傑 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 應急管理部長王祥錫等人都沒有出席 文章還提到 如果說這些部門或與經濟無關 那自然資源部長王廣華 央行行長易剛 銀保監主席郭樹清 中正監主席易惠滿 審計長侯凱 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羅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浩等等 總不該缺席經濟工作會議吧? 對此 文章分析認為 絕大部分地方黨政首腦都進京開會 包括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彥雄都有出席 身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員卻缺席 實在有些不尋常 此外 缺席高官分布廣泛 而且原因不明 但考慮到大陸目前正經歷一波疫情感染的高峰 不排除是染疫或其他身體原因 除此之外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披露 19日 一名北京政法系統的官員表示 事實上 在中共二十大期間 北京醫院院內感染就已經非常嚴重 中共當局一直在隱瞞 直到12月初完全失控 甚至連退休高官都出現了大量死亡 中共當局才放開清零防疫 這名政法官員還表示 北京這段疫情期間 許多高級別的退休官員都得不到治療 據他所知 至少6名廳級以上的老人 在醫院裡因為耽誤治療而死亡 普通人死的就更多了 目前 北京在疫情下出現嚴重的醫療擠兌 各大醫院患者爆滿 醫生哀嘆救不過來 有北京的醫學專家警告 這波新冠病毒是疫情海嘯 一兩週內即將出現重症高峰 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20日前往北京訪問 期間呼籲釋放兩名被關押在中國的澳洲公民 並表示 釋放兩人的做法將有助於改善雙邊關係 澳洲外長提到的兩名在押的澳籍人士 包括華裔中共官媒CGTN的前記者程磊 他於2020年8月被拘留 原因是所謂的對外國泄漏國家機密 另一位華裔澳洲人是作家楊君 他於2019年1月在北京被拘留 2021年5月份以間諜罪被閉門受審 20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聲稱 兩名澳洲公民的權利在中國得到保證 但迄今為止 兩名人士並未獲得澳洲領事的接見 黃英賢表示 他將藉助這次行程推動澳洲領事探訪兩名澳洲公民的進程 但是解決這個問題仍然需要時間 澳洲在境內禁止華為運營5G網路 並在2020年呼籲調查疫情的起源 引發了中共對澳洲發起的貿易打擊 自今年11月的G20峰會之後 中澳兩國才開始恢復接觸 中共政府仍然從澳洲有大量的進口貿易活動 黃英賢表示 中澳兩國不會在一夜之間就消除分歧 但對話有助於穩定兩國關係 近日 印尼新版刑罰草案第188款和189款 以4年刑罰起步 重罰在網上以及口頭和書面傳播共產主義的行為 然而 大概很少人知道印尼是個強烈反共的國家 原因是在中共的大外宣當中從來不敢提及 雖然有大批的中國人湧入印尼旅遊和投資 但印尼重刑打壓共產主義已經近50年了 印尼國會即將通過的新刑法規定 對宣傳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者可判刑4到15年 任何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傳播或弘揚共產主義馬列主義 包括通過任何媒體傳播可能面臨4年的刑期 如果上述行為造成社會騷亂或財產損失 最高可判刑7年 如果造成人員受傷以及死亡可判刑12到15年 印尼總統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賴建文向阿波羅新聞表示 印尼對共產主義的打壓力度世界罕見 印尼目前幾乎不存在共產主義者了 不過新刑法並不會嚴重影響中印的關係 印尼也需要中資在內的外資來發展經濟 但據雅加達郵報的報導 外國遊客觸犯當地的禁忌 並被抓的例子在當地已經發生多起 當地還沒收了從中國進口的 有共產主義圖樣的兒童玩具 報導還表示2018年8月 印尼萬象孽葉內部文件上的公司印章上 有鐮刀和錘子的圖樣就被迅速曝光 警方也上門追查 發現該印章屬於萬象孽葉的工程承包商 中國鐵劍公司所有 在1960年代 印尼的共產黨員人數高達數百萬人 僅次於中蘇兩國 但1965年 印尼政府軍與共產黨展開大規模廝殺 共產黨失勢之後被抓捕了數十萬人 其中包括大量的華裔 並造成多次排華潮 印尼政府也嚴禁華文教育 造成了大量華裔死傷和流亡 中共與印尼曾是密切的共產國際盟友 但很快在1967年斷絕外交關係 直到1990年兩國才重新建交 不過共產主義活動在印尼至今仍然非法 接種計算機系統的兒童腦死亡心臟 16日晚8時13分 送達香港兒童醫院 從取得心臟前後共用2小時49分 17日凌晨 香港兒童醫院心臟移植團隊 順利為罹患罕見擴張型心肌病變的女嬰紫西完成手術 這是香港首宗器官來自中國的移植手術 綜合媒體報導 止息41天大時出現不適 9月2日因為食慾不振 腹泄送急診室求救 一度休克 同天轉送香港兒童醫院 兒童身妾治療部 確診是基因變異引起的擴張性心肌病變導致心臟衰竭 主診的醫生表示 只有做心臟移植手術才有存活的希望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主席汪志遠向希望之聲表示 女童止息是屬於急診移植 是急性心肌衰竭問題才決定要做心臟移植 決定移植才去找器官 她指出 決定心臟移植的時間 到她手術的時間 這個指間的距離很短 器官又找到了 而且又成功的移植了 那就說明了她這個器官來源是有問題了 等待時間太短嘛 這不符合一般正常的 器官券線的這個程序 手術又比較成功 那就說明器官本身是健康的 因為中共從99年底到現在20多年 活在法輪功學院器官 而且活在器官這件事情已經向全社會蔓延 有這樣一個大的背景 那麼這件事情也脫不了干系 可疑性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 陸媒報導強調聲稱 這次的成功象徵大陸和香港一項 所謂的重大的醫學成就 反映人性的光輝和大愛 但報導中隻字未提 這名因腦外傷導致腦死亡 而捐獻心臟的幼兒的訊息 輿論質疑 真正該表彰的不正是捐獻者嗎? 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兼發言人 臺大醫院泌尿部兼任主治醫師黃世維認為 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一直存在很多問題 他分析表示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他整個醫療體系的訊息是不透明的 然後他所有的數字是存疑的 不要講什麼 你看最近COVID-19的問題 這一個器官本身是誰沒有人知道 中國共產統治下的中國最大部分就出在 所有的訊息都是不透明的 器官移植捐身系統一定要透明 就是要透明 透明最重要的是 自從國際社會與法輪功學員指控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中國器官移植協會立即宣稱 器官來自死囚犯 但國際組織調查 中國每年僅有約1600多名的死囚犯 王志遠表示 這無法解釋中國一年上萬例的器官移植 對死者最大的不敬 對家人會帶來惡用 中國一直在不停的變換著他閃閃的方式 就是在掩蓋他背後一個黑幕 那就是窮其滅絕罪 反人類罪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良心的採訪報導 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上 梅西與阿根廷對捧得大力神杯 回國接受球迷的熱情歡迎 但是卻沒想到在勝利遊行期間 差點釀出嚴重事故 多家媒體報導指出 在20日晚間 梅西與4名隊友在乘坐雙層大巴時 由於身處位置太高 幾人差點被電線鎖喉 過程讓人心有餘悸 當時所有阿根廷隊的球員 都在乘坐雙層大巴遊行 包括梅西 迪瑪利亞 德保羅 帕雷德斯等4名球員 都坐在雙層敞篷巴士的頂端最高處 不料上前方的幾條高壓電線正對著迎來 坐在最外側的帕雷德斯 差點被高壓電線勒住脖子 其餘4人也連忙躲避 場景嚇壞了沿路的球迷 梅西和其他隊友也驚魂未定 媒體指出 當時的情況非常危險 如果高壓電線漏電 更會發生意外 幸好這次事件有驚無險 阿根廷經過了36年的拼搏 終於獲得了第三次世界杯冠軍 歷程充滿艱辛 本次梅西的凱旋之旅 獲得了多達400萬阿根廷球迷上街慶祝的盛況 相關的慶祝活動還會持續幾天 而梅西本人也在20日發布了他與大力神杯的合影 照片顯示 梅西做出摟著大力神杯入睡 形影不離的樣子 令人開心 這期的國際風雲就到這裡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就請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明天節目